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航天事业就一直是国家重点发展的项目工程 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 中国的航天事业就像火箭般腾空而起 取得了大量的科技成果 如今的中国人可以自信地说 在航天事业上不要再追日本了 日本有什么了不起 中国航天科技独步选球 30多国争先抢购 就连美国都赞叹不已 中国的航天事业起始于1956年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在当时认识到了发展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性 提出了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 钱学森的意见得到了国家和人们的重视 在同年4月 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 自此以后 在无数科研人员艰苦努力和人民的支持下 中国航天事业正式扬帆起航 1970年 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五一号 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功 鼓舞了人们对航天事业发展的信心 也激发着国人对于进一步探索太空的愿望 经过了不懈努力 中国在迈入新世纪之初 成功地发射了神舟系列载人飞船 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愿望 是中国航天事业在21世纪新的里程碑 中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绝不会止步于此 在完成载人航天的任务后 中国继续着探月工程的研究 经过了数十载的艰辛研究 在突破了大量具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下 2007年 嫦娥一号的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 中国正是从航天大国迈向了航天强国 成为了世界为数不多 能进行升空探测的国家 2020年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卫星升空 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宣告成熟 这套导航系统 是继美国和俄罗斯卫星导航系统之后 全球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 一经论事就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赞叹 目前一共有137个国家 签订了北斗系统的合作协议 这正是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 领先世界的右翼有力证明 中国航天 科技事业事关科学研究水平 国防安全 经济社会发展 人民生产生活各个方面 中国在航天上的成果 正反映了中国不断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科技竞争力 在如今的世界上 先进科技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代名词 中国正引领着世界航天科技的发展方向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中国会不复众望再度获得耀眼的航天成就